我会暂时替你照顾自己 一天一天听 与你靠得更近 我未来的你是什么样子 我有点孤寂 我不期待和你 一起分享一天一地的北欲 你身在河堤 要不我去找你 设一次 永不分离 陪赐 你在哪里 是否也曾被抛弃 你不用担心 我加倍珍惜 我可能之前 是因为要找你追债所以在跟着你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到我保护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我就觉得我就应该在你身边 我就应该就帮你化解到所有的危险了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像我一样 我的一种使命一样我就应该那么缺走 我想想 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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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 我现在身上没有心话 没有戒指 身边也没有小弟兄弟 但是我要正式向你求我 我觉得即使我们在一起之后 以后的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水 但同时我也有我的理想 我这辈子只想进一次婚 只想办一次婚礼 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 自己爱的人 我想牵着她的手 我要跟她一起 我想跟她一起慢慢地走下去 让她分享我所有的喜悦 让我来分担她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失望 所有的不快乐 谢 嫁给我 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但是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清楚地记得 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只接一次婚 所以明天的婚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直播也不是什么秀 就真的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婚礼 你不可以让我再找不到你了 知道吗 嗯 季晓天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从此不离不弃吗 你不是跟我说过 无论你走到哪儿 都会让我找到你吗 可为什么你成了现立场的人呢 可为什么你成了现立场的人呢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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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